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一一解决了 大大小小灵验的案例 让我从一开始半信半疑 走到了现在的完全幸福 可能就是因为太顺了 没吃过什么大亏 所以造成了自己并没有注重修心 师父说的一些话也是半听半不关心 因为总觉得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就是这种心态 成为了我日后酿成大祸的祸根 师父开示过 男女之间的接触必须守戒 不能接触太多 不然一定会出事 那时我听了也就过了 根本没放在心上 对自己过于自信 认为这种事情 绝对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却忘记了 感情问题 从一开始 就是我最难过的坎 因为没守戒 又觉得大家都熟了 所以师兄们每次聚在一起 我就乱开玩笑 完全没有学佛人的样子 慢慢地 发现其中一位师兄 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 发现后还告诉自己 没事的 可能是我多想了 人家什么都还没说呢 我自己自作多情什么呀 殊不知 大祸就在这个时候 悄然开始了 随着业力的牵引 加上自己的不守戒 往后的好几次红法 我们都被分配到了一起 那时候 还觉得我们真有缘分呢 每次都被分配在一起 借着这个理由 我们越走越近 并一发不可收拾 师父在2017年1月27日的 问答节目中 曾经开始过 控缘 就是有缘分来了 你也要学会控制 比方说一个男人 有个女人突然之间爱你 你也要控制住 比方说 你自己有家了 你当然要学会控制了 控缘 控制缘分 不要让它过分 可是 当时的我 被突如其来的缘分 冲昏了头脑 这些话 哪听得进去呀 更可怕的是 我当时 我当时完全把对方是有家的人的事 抛在脑后 一心只为自己的私欲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果报在这件事发生以后 立刻就来了 有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地府的官员拿了一本非常厚的书 我走近一看 是一本记录了我所有罪行的书 我看了几页之后 心惊胆战 心想 完了 这时 又看到这位官员拿出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两年 我一下子吓傻了 从梦中惊醒过来 直到这时 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 自己要被拉走了 我吓得 一整晚彻夜未眠 想着自己以后 要是下地狱了 就真的完了 现实生活中 果报也随即献钱 从小到大 我都是身体很健康的人 什么毛病都没有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开始变得四肢无力 晚上睡不好觉 黑眼圈严重到自己看起来像一个鬼 做噩梦 口臭 记忆力下降 人缘变差 反应迟钝 听力下降 疑神疑鬼 抑郁 每天过着地狱般的日子 每天我都怕 怕见人 怕我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怕我要下地狱受惩罚 这时才想起师父说的话 不要等到要走人了才后悔呀 而我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于是我赶紧许愿忏悔这件事情 针对这件事 我许愿 念诵 礼佛大忏悔文五百遍 至今 已经许了两千遍 并念诵完毕 又许了五百遍 现在还在念诵中 五年内放生 十万条鱼 念诵 两千张小房子 把这件事分享出来 警醒更多的人 一年内念诵五百遍 白话佛法 终生清修 接下来的日子 我开始用师父教我们的 四大法宝 来忏悔自己的过错 并断绝了和这位师兄的来往 忏悔的过程是艰辛的 我总算明白了 执法犯法 是要受多大的惩罚 忏悔的过程中 心态反复发生变化 有时诚心忏悔 有时又起称恨心 不得不说 在业力面前 人的略根性 总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时忏悔到一半就会想 为什么只有我是那个受惩罚的人 为什么他却没事呢 难道就给我一个人承受吗 这不公平 人就是这样 自己犯了错 不但不觉得错 还找一堆理由 说是别人的错 当我意识到 自己是多么的愚痴 多么的不知道 修心改错时 我就又放下贪嗔痴 重新忏悔 就是在这种反复 好几次都梦到师父来给我加持 鼓励我 还梦到菩萨来梦里加持我 我知道 菩萨听到了我的回忆 菩萨没有放弃我 有天 晚上睡前 我问菩萨 菩萨妈妈 我知道错了 我也在努力地改正了 我的莲花还在吗 我还有机会跟着您修吗 当晚 我就梦到家里的 观世音菩萨慈像 笑得特别发喜 并冲我点了点头 我在梦里 整个人都看呆了 我大叫 我家的菩萨妈妈 点头了 这件事情 从发生到现在 也有一两年的时间了 在这一两年里 我努力地改正错误 努力地忏悔 努力地许愿 放声 念经 虽然我的身体 还没有完全好起来 但我知道 有菩萨妈妈的保佑 我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也想在这里 把我的事例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能够 以我为界 千万不要 重蹈我的覆辙 付出的代价 太大了 可能从这篇分享中 师兄们还看不出 这中间的路 有多艰辛 一两句话 实在表达不出 我当时内心的恐惧和挣扎 但请相信 没有什么 比知道自己 要下地狱了 更可怕 请各位师兄们 一定要好好听师父的话 好好守戒 千万不要自作聪明 老老实实念经 老老实实做人 就是学佛的捷径 以自己的小聪明 修行 终将有一天 害了自己 再次感恩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不放弃我这个 愚痴至极的弟子 从今往后 我一定会改邪归正 好好念经修心 好好听师父的话 好好跟着师父 回到天上的家 感谢观世音菩萨 感谢观世音菩萨